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El 欢迎来到我的channel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懒人主妇呢 如何在家里work from home的同时 可以快速的准备 一个星期午餐的这个晚餐料理啦 因为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我会做一连五天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这个料理 然后我会让自己有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从准备食材到烹饪完成 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时间是6点25分 所以我只剩下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烹饪了 因为我们每天是要准时7点左右就要上菜 我想要煮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米海啦 没有刚好有这个面条 整个准备到烹饪的时间是25分钟 然后我使用channel mix的好处呢 是他可以帮我就是去蒜头皮跟红虫头皮 所以现在呢 我们只是需要把这个葱头的上下尾部 去把它切掉 接下来呢 连这个蒜头皮它也可以帮我们去除 所以你看只是5秒的时间它的皮已经分开了 那如果你不要你的手有蒜头皮的话呢 你可以用筷子把它夹出来 刚刚的这个红虫头 我就是用tomomix把我们去皮的 我们就把它放下去 然后他就用这个tomomix来托碎 你看 完全不需要用砧板托碎 然后在他做爆香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开始来切肉啊 然后洗菜啊 准备其他的食材 然后炒面呢 一个非常重点就是 这一个面呢 不要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然后买这种新鲜的 然后不要放在冰箱里面 你放在冰箱里面 它会结块 它就容易碎掉 然后很忙的时候呢 我加料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种直接 就可以打开包装 然后浸泡热水就可以吃的鸡肉 这边已经煮好了 这个热水就放在里面 然后它一煮好 它会自己停机 然后我现在呢 就把肉加进去 还有我的红萝卜 跟黄椒一起加进去 让它炒一下 OK 现在呢 它就叫我们加水 这些调味料 我们也可以随便跟住 自己的喜好来放 就是刚刚打开那个呢 只需要这样子加热 就可以吃的料理包 所以这个是人当鸡 还有lemon grass鸡 超级香 里面就会有一个小鸡腿 是一人份的 然后每一个步骤呢 它煮好了 所以我们就跟着它做 OK 它现在叫我们放白菜呀 虾 这样煮好了 倒下去 最后呢 最后呢 我们就加这个面条 就跟着它煮个三分钟 它已经全部设定好了 所以我们就跟着做而已 所以我们的面 就已经炒好了 超级容易 然后呢 它这边的姿势 有说要闷两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的面呢 就已经闷了一下就好了 现在我们把它倒出来 今天是有Sai Mei一起做料理 因为呢 就是要自己在 顾它的时候 然后又要煮饭 然后现在呢 是6点多了 所以我剩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要把这个料理做好 今天想要做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是我常用的食谱 就是这个 Tomato and Bacon Spaghetti 然后它很方便 所以现在我们就跟着 它要我们家的材料 现在就做配料的部分 我们用Tomo Mix爆香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切 蔬菜的部分 嗯 很香耶 已经闻到那个爆香的味道了 太快了 我还没有准备好食材 它已经炒好了 就加剩下的香肠 它们就在下肯定了 就会是在一起 那里面的腿 就会把火锅 放入 骨子里面团 小时的水 就会把它切成 水 小时的水 小时的水 小妹 你再看 一大力面跳舞是吗 可以 我们现在让这个面在这边是笔足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外面吃一碗 你们看了两个颜色 因为我刚才放了两个颜色的面 然后给来我试吃一下真的无敌美味 因为我放了很多蔬菜 全部是原汁油 因为完全没有用 把沙浆加了一些ketchup而已 然后加一点黑松露 还有白松露油 今天是星期三 因为星期三的话我晚上就有这个ONIMA直播蛋后 所以会比较忙 是我今天想煮的就是也是懒人晚餐 可是晚餐的话我基本上就是希望它是可能有菜有肉 然后有饭这样子的 我就先用碗锅把这个米洗干净了之后呢 放进去我的tomomis里面就加水 tomomis煮白米饭它的时间就是18分钟 所以很精准 所以我就可以很好的去破坏我的这个时间 因为它18分钟后呢 就是刚刚好煮好了 用这个之前我们带货的时候卖过的这个鸡翅 就直接用这个鸡翅它已经腌好了 所以很方便 然后用气炸锅来气炸它 我会用这个内档 所以就比较容易清洗 放上去我的这个气炸锅里面 180度7-8分钟 看一下现在的时间是差不多20分左右 我的这个蒸香呢 我也在整一个满动包装的食品料给大家尝 这个真的很好吃 然后现在呢比较有空 我就用tomomis来炒一个菜 然后在炒菜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洗菜 可是因为刚才有空我就已经把它洗好了 然后等下我们要沿着一个虾一起放它去炒 因为我想把这个虾弄成比较小 因为这个虾真的有一点太大 然后趁我煮发的时候则是太得空了 后面再炒菜 然后还有气炸我几次盘 然后我现在就来做一点工 这时候呢我的菜已经炒好了 一大盘的菜我就把它挡出来 很方便 你只需要加盐就超级好吃了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让它做自动清洗 加点水 上去 看一下我的鸡翅膀已经炸好了 一散到料理我自己直接用这个简单包 吃这个鲍鱼米米活跳起来 就直接整包拿去蒸热它就可以了 它这个鲍鱼不够 所以我自己死人增加了鲍鱼 好 OK已经做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快速呢 现在的时间我刚只用了不到20分钟 这太厉害了 然后呢我的白饭也已经煮好了 今天是星期四也是好很多会议的一天 导致我现在6点半了才开始要来准备晚餐 就要想有什么可以非常快速的解决 所以我就翻了这个干蛋的Curry paste 刚好家里有一条鱼 所以我就要用这个鱼去蒸它 然后放那个Curry paste上去就是一餐了 然后小朋友的部分我就会加炒一个菜跟一个蛋 就ok了 炒一个五分钟 下去可以来准备其他的食材 刚刚太短触拍影片导致切到手 啊 oh my god 不要紧 那还是要继续做菜 两角豆 然后部分我们就可以放在这个蒸盘上面 然后我们加上去蒸 然后放一些芳芝 等下我们上面呢 这边就是蒸鱼 上一层还可以蒸蔬菜 可是蔬菜我们不要蒸太久 所以我们等它剩8分钟左右才放 我们还要煮饭 然后这个网络 这个呢会放在客厅的那台灯 我们来煮一个白饭 这个菜呢要洗蛮多次的 因为它就有很多的沙 所以它是很干净 这时候来检查一下我们的鱼蒸的怎么样 下面我们是在煮咖喱酱 然后上面我们就蒸鱼 这样子架上去它就可以蒸蔬菜跟鱼一起 这样子架上去它就可以蒸蔬菜跟鱼一起 因为我们是用什么面材炒 所以不需要去皮 然后蒸一颗这个皮蛋 皮蛋的部分呢 我们洗干净上面的泥之后 把它的壳也去掉 把它的壳也去掉 去壳之后 鱼蒸烧切碎 然后后来我发现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用手捏烂 哈哈哈哈 因为有时候你切碎它很粘刀也很麻烦 所以这样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就来炒菜的部分 好了 然后把皮拌出来 之后呢 就刮下 这是几乎每天都会做的 所以我很庆幸我用Termomage 就加油 爆香 爆香的时候我们用很多空格是做的 所以我就在其他 然后加一个煎蛋 在等油肉的时候 我们这个 已经爆香好了 然后我刚刚有加一些这个 日本的这个调味味吧 在这个里面 这个调味 然后我们也有加一些 不消化 接下来呢 其实刚刚的那一个 咖喱鱼 已经煮好了 所以我们要加这个 鱼酱下去 直接倒进去了 这个也好了 然后我们就把菜放下去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鱼摆盘的部分 然后呢 OK 同时现在这个菜炒好了 整个就把这个铁一半放下去 然后铁也放下去 再煮个30秒左右的时间 从这边点上去 小朋友的部分就把它拿出来先 也不用担心说怕那个 有一个那个蔬菜的味道不会在这个这样子里面 是因为它的整个周波呢 它下面是有洞洞的 所以你看它是有洞洞 所以它的精华全部都会滴下去 感受一下味道 很好吃 完全不需要加任何调味料 这个我们就把它挖上去 可以刚刚呢我们挖掉的那个鱼肉的部分 盖着它 OK完成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这样子挖上去 所以因为我刚刚呢 我的鱼肉是跟蔬菜是分开蒸 所以我就可以先把它拿出来给小朋友的分 然后我再这样子倒下去 然后这个蒜糖原菜 可是煮好了 漂亮吧 因为今天我要battle稿比较多 然后加上要拍摄的关系呢 所以今天用比较长的时间 大概是50分钟左右 煮了一个咖喱鱼 一个蒜糖原菜煎了蛋 还有饭 所以先要去享用啦 鱼肉 今天是星期五 然后今天呢我想做的这个晚餐呢 是一个日式料理 所以我就在我的tomo mix和cookidoo里面 找了一个咖喱酱猪拍饭 我会煮白米饭 然后那个米汤 我就把它用来做米酥酥 所以就是完整的一餐 因为我没有用煮排 我用的是鸡排 然后我就放它在tomo mix里面 跑的这个活水 然后你跑活水之后 就可以看到水没有这些泡泡 就可以把它倒掉 清洗过后呢 我就把这个鸡排 切掉它的这些筋膜啊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要来先腌它 所以tomo mix的这一边上面呢 它还会加我们什么盐 所以我们就用一颗的蛋黄 去跟着它做而已 蛋黄 然后虽然我是跟tomo mix的食谱 可是因为我就没有跟到很完全 我就跟着自己的一些想法 来去做调味 然后我就加了一些日式的酱料 比如想像是米苓啊 或者是那个 日式酱油跟日式料理酒 然后我会加一个这个日式的调味料 稍微的去捏它 腌下 OK完成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 让它腌制 现在我们去用tomo mix来做这个去皮的这个部分 我就可以让它自己做这个去皮 我感到没想到一个去皮的部分 我就可以让它自己做这个去皮 这是去皮厚的 可是省了很多工夫 用tomo mix的去皮 稍微轻轻一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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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呢我要用氣炸鍋來去做氣炸 然後等蒙面散煮的時候基本上我們是不需要看果味蠻得不好的 我們就可以來整理一下廚房這個部分 這個炒好了看一下 因為我的馬鈴薯切的比較小所以我自己就把這個時間調短 因為用Tommy煮飯真的很放心所以完全不需要看果 趁他在煮的時候呢我就來看一下妹妹在做什麼呢 Sai妹Sai妹你也在煮飯啊 網路在煮飯的Sai妹 就是剛剛呢煮那個馬鈴薯的蘿蔔還有湯汁 接下來呢我是放這個小朋友吃的咖哩塊 可是其實大人吃也非常好吃 然後他吃飯就吃了 然後就直接把它加進Tommy煮裡面一起煮 然後Tommy煮的白米飯呢可以過濾掉這個糖分澱粉就變成米糖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這個米糖加Miso就變成Miso酥了 加一些這個西米 最後呢加剛剛剩下的那個蛋花 從這邊倒進去 把它全部跌下去直至這個呢 我覺得還挺 等一等 我們煮成了飯然後跟那個氣炸的雞排也切快了 像然後上這個日式的咖哩醬 這日式咖哩呢是完全不會辣的 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吃 成了我在我非常小的廚房裡面做好的這個日式咖哩飯 還有這個蛋花海帶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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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